这次代表东海高中参加新北市104学年度创意科学竞赛 获得第二名的学生之一薛宇杰 国中开始接触到机器人世界之后 就一头载进去 这一次能拿到亚军 他觉得是师生团队努力的成果 国中开始接触到机器人 东海高中学生薛宇杰从此栽入这个世界 甚至在国中老师的建议下 就读东海高中 并且加入机器人团队 当初我会参与这个团队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有疑 因为我国中有参加过类似的经验 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个很有兴趣 这一次为了参赛 薛宇杰和其他的同学 几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准备 不但学习到机器人相关的技术 对于团队合作或者是解决问题的心态 也都很有收获 我觉得教练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机器人 不只是组装机构 也不只是城市 我觉得教练教给我们的是一些大道的观念 像他跟我们讲的莫急莫慌莫紧张 这不只在这个比赛用得到 我觉得在未来工作上也能使用到 因为我觉得我们教练教给我们的是 以后我们出去外面工作 能学到一切现在都用得到这样子 这一年来大家利用柯瑜的时间 为了比赛挑灯夜战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和强烈的企图心 终于在比赛看到成果 宇杰相信这样的学习态度 可以让他受用一辈子 记者苏宏杰林景瑜三重采访报道